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六十年在中國傳統立法中 是一個甲子的輪迴 遇著成前及後 祭榜開來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 中法關係具有針對歷史獨特價值和重要實力 雙方要傳統歷史接力棒 弘揚中法建交精神 並為其賦予新的時代美好 作詞・編曲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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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